需求是这样,我如果今天需要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是输入 所以待会请各位按右键,new一个新的module 这个module的名称也许叫什么 叫输入成绩 OK,我这边是练习题输入成绩 那你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输入到这个名称上面 按finish,这边已经有了 那里面的话呢,程式我先把它盖住 你们大概可以思考一下 首先的话,run一下它 第一个,它会一直跳 跳什么呢,输入成绩 比如说我第一个输入89分 第二个输入65分 反正呢,就一直输入就对了 直到什么呢 直到我输入什么呢 输入负1 也就是如果今天不是输入负1的话 那它就会帮我把输入的这个成绩 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而特别说,你这个地方你不能用一个变数 单的一个变数 如果放一个变数,那你不是 第一个放A,第二个放B 那不是要产生一堆的变数 所以这里面的话,主要是说 如果你有一堆资料 你只要放一个地方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 你就要用串列来处理 OK,最后我用什么?用负1 那我负1输入就表示我要结束了 OK,所以特别说这里面的话有几个概念需要 第一个,我要怎么样把资料 填写的资料放到串列里面去 OK,所以关键的地方 如果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空的串列 就等于什么?比如说我要产生一个scope 它等于串列 OK,就这样 空的中瓜虎 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在以色列里面 不过以色列已经有了 一开就有了 那理论上有点像 我要产生一个scope 就是变成有点像我要产生一栏的意思 OK,那我就分别把第一个成绩放进来 第二个成绩放进来 OK,我要怎么利用串列哪个方法可以帮我放资料 OK,第一个就是有关串列的处理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当我输入负1的时候 它就帮我跳离 所以特别说 这里面可能可以用什么? 画有回圈,有没有? 画有什么呢? 画有当输入input的那个值 如果它不是负1的话 那就继续输入吧 可是当它是负1的话 那就什么? 跳离这个回圈了 OK,那我们最后做什么? Enter 需要做什么呢? 把输入的东西做处理 我希望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学生的成绩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总分是几分 也就是把这个串列里面的资料 全部加在一起 然后最后算一个平均 平均的话呢 其实平均就什么? 总分在除以几个人 OK,特别需要里面 我们刚刚有看到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上面 有一个清单 这里面重要的方法 那几个方法可能你第一一定要知道 首先的话呢 LEN 有没有? 那这个串列 就可以算什么呢? 这个串列里面有几个资料 第二个的话呢 我要把资料放进去 要用什么? 用append append什么呢? 就是这个串列的名称 我觉得要List1 我们是要score 所以是要score.append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就是把input的东西 把它加到我们的串列里面 所以input 所以特别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LEN 第二个要append 那其他还有什么? 其他好像暂时用不到 不过如果要最高分就是max 最低分就是mini 类似有这些功能的需求 那我要如何利用 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然后把最后的这个翻例给写出来 OK 我大概看一下 总共几个 一 我要如何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就是给它一个什么 中瓜 我就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需要知道什么 它的总分是多少 所以我底下呢 会先产生一个叫total的一个变数 那预设值的话就给它0 意思说我将来要算总分 就放total里面 然后再来就什么 inscore等于0 inscore就是我input的资料 先放inscore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就开始输入成绩 那这个输入成绩的话 一样 话有什么 当什么呢 后面有个逻辑 当如果这个inscore的资料 假如是不等于负1的话 不等于 特别说 不等于 这个是等于 等于 负1的话是这样 那如果不等于 我前面讲过 不等于 所以你要变什么 惊叹号 不等于负1的话 如果它不等于负1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那个输入的成绩放到里面去 所以我们就这边多一个什么input input是什么呢 请输入成绩 所以请输入成绩就到这个inscore里面了 外面我就用这个evil好了 或者你用int 只是说怕它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前面讲过你用evil可能比较安全 那输入完之后呢 我要再把它放到score里面去的话 那你可以什么 score.append 然后把资料呢 给加到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一直跑 直到我输入-v 那就离开这个回 所以第一步哦 就这几行 OK 那底下的话呢 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再来思考 如何产生输入完之后的计算结果 有三个嘛 里面有几个 所以你要怎么样利用LEN 然后再加总的话几个方法 其他里面 在Python里面也有上嘛 有没有 跟那个Excel一样有上 然后平均的话 它没有Average 所以它变成说 你要用总分除以LEN的那个人数 可以把它做出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着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了解一下 什么叫串列 OK 那串列怎么操作 OK 那如何利用这个串列来输入成绩 OK 串列非常重要 因为未来有点像Excel Excel如果里面没有那个ABC 那些蓝的话 那Excel还能做什么 OK 所以概念是一样的 差别是说Excel是用滑鼠键盘来操作 那Python呢 是必须用程式来操作 差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刚刚一到程式一到七行 其实在云端上也有 所以请各位可以看一下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第几页呢 第二页的第五个单元的第二页就是这个 有没有计算学生人数的这个部分 Score Total 把总分 然后InScore OK 然后底下Append 最后可以把那个总共几个学生输出来 不过我大概只有讲到第七行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计算人数 如何计算总分平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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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